而且其实不止这个赛季吧 他过往几个赛季的表现也非常突出 只是说没有具体的从这个能力图上所展现出来 是 先来看一下双方的搬选环节 哎 桃源剑阁 哦 直接选了一首桃源剑阁 哦 那炎君不得不上场 是为了防一首长城吗 但是这一首老街工地审出来 伊斯大也非常刚啊 哇 这岂止是刚啊 我觉得前三张图一定会出事 但是不一定拉开大分叉 因为可能各出一个事 各出一个事 就双方各出一个 对 看一下这个搬途 RMGM自搬亚特 这首亚特搬得有点意味不明啊 亚特的话是伊斯大在上场比赛选择过自选王图的 当时表现确实还是不错 而伊斯大这边反搬了一首西部矿山 针对到就是这边的王图 突然看不懂了 哇 逆心的亚特自己选择到了搬掉 然后伊斯大这边上工地的情况下 看着RMGM拿出桃源剑阁 作为自演王图还搬掉了西部矿山 今天这一首战术感觉 得从后面的选图才分析得出来了 因为从前期的话 可能他们的这个王图 像桃源剑阁 确实有对这个赛车的防备 对啊 你看桃源剑阁 其实用的两种赛车 一个是炎军 还有一个就是智慧女神 智慧女神 西部矿山那是使用炎军或智慧女神的 都是骑步车 对啊 就即使说桃源剑阁 桃源剑阁没有使用到全部的炎军或全部的智慧女神 其实西部矿山和任老三眼班旗就可以了呀 但是还是全部上到了 感觉今天这个长城是非上不可的呀 嗯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但是还是具体要看一下桃源剑阁的用车 如果桃源剑阁四名选手全部拿出炎军呢 那这样的话 我感觉 极大的可能是炎军搭配智慧女神的这个概率会更大一些 而且就算四名选手都拿出炎军的话 其实再用起步车去打一手长城 大家也都是同车 其实也不会说太亏 嗯 反正从这个班图来说啊 我们首先想到的一张击败赛道就是厂城 也期待这张图今天到底会不会上场 如果上场的话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作用 现在看一下 是的 手图双方的用车情况 嗯 一般新选手都会使用到战场双城 但是顺头 他说我不行 我还是要有老江洪海 四名选手全部使用到了 双战神 是的 就是一家人也要整整齐齐的 对 然后阿妮呢 阿妮之前是用RZ双生打破的过分级录 然后今天场上用的双战神 我觉得选手更多的可能需要的还是安全大马 好的 来看一下起步 是的 现在看一下第一场比赛起步的话 是一赛的小哥这边先穿的出来 但起步的这个轨迹飘得有点大 第一个弹射是没有出的 是 因为第一个操作想要快点操作 但是反而容易出现一些操作上的瑕疵 这边甩尾 他想要强行把这个弹气甩满 但是出现了一个失误 寸头和逆心现在来到第二名次 双离跑 逆心歪了 没错 这个路线歪了以后 稍微是连带了一下阿妮 那一个点票 阿妮是来到第一 一手极限的路线选择他弹意 寸头这边路线有点歪 他想让一下逆心 但是这边逆心也出现了一些速度上的缺失 所以并没有实现反超 现在寸头重新找回自己的节奏 去后追阿妮 来看一下 基本到第二圈阿妮的领跑还是非常稳的 再行接一个弹射过来 后面三位选手距离比较接近的情况下 很容易发生一波对抗 看一下逆心这边已经上来了 但是前面是自己的队友寸头 对 不过阿妮刚才是小碰了一下 速度上也有损失 现在小哥也跟了上来 RNGM一定要注意队内之间 千万不要出现路线的平常 阿妮先歪了 是的 这波EC放完以后 逆心直接反超过来 进一波点票看一下后续的路线 但前续可以延上 是的 又是一波名次的交替 现在刚才是RNGM23名次 现在是East23名次 逆心最后一个点票角色 对 但是最后第一名 还是能够顺利拿下 这个第一局 四名选手21比20 不过这个过程啊 确实是非常的坎克 整体来看的话 其实在这个整体的过程当中 小小的一个路线偏差 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名次的大写牌 不过从最后四名选手 整体发挥来看的话 都还是比较稳定的 没有在这张图拉开比较大的分叉 对 这个稳定完全是相对来说的 对 就是我相对于你 我稳 你也稳 对 但是你要说小的失误啊 其实在这张图 一个小的失误是容易造成大的失误的 就例如那几家小的蹭边 但是四名选手呢 都是把这一些小的失误 又转化为你好像看不出来一样 调整能力都很差 尤其是后半段吧 后半段路线 很容易造成选手的一些年代失误 是 最后RNGM变成了一次类似 这个分数上还是RNGM领先一分 这一把 过程 太有意思了 就是为什么选手在 故人归队还是偏向于会使用到双战神呢 因为双战神起步它的优势确实会大一些 它的小喷时长又更长 尤其是加上幻音皮肤的加持 它的小喷时间更长 起步更容易杀出去 然后在后面的这个氮气延续点 也会更有安全感一些 不错 看一下最后这个名次消息 虽然说逆星在最后这段来出现了一波小路线偏差 但是好在后面三名选手 在后面的对抗会更多一点 并没有发生一波反超 是的 而对于RNGM双战神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 如果是一个短延续的话 它的小喷时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如果长延续的话 相对于双战神来说 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吃亏的情况 是的 整体来说的话 可能还是双战神它的容错率会更高一些 在比赛对抗当中 我觉得对于这个延续的做上是没有太大压力的 对 但是我觉得RNGM双升可能是后续大家会更经常使用出来的赛车 毕竟RNGM双升它的速度啊 然后包括它有那个集系的特性啊 这一方面可能会更有优势一些 没错 那接下来就是轮到伊萨的王图 老街工地 应该是仙大RNGM的王图 桃园剑阁 桃园剑阁这张图 刚才我们讨论的就是用车方面的问题 对于延军到底是使用一辆还是两辆 但是由于后续的这个选途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保守一点 用一辆会更好一些 用一样的话第二辆先使用到智慧女神吗 我觉得可以 包括如果你再求稳一点 去选用一个麦凯伦 也可以 只是说相对来讲的话 前期可能第一圈劣势不大 但进入到第二圈之后 可能对于后追是难度比较大一些 看一下选手怎么做选择吧 如果说延军只使用出来一辆 然后包括智慧女神 也使用出来一辆的话 那后续场场上的概率确实是蛮大的 因为长这张图 首先它也是阿妮的王图 之前阿妮也在长这张图 保持了赛道记录 保持了有一段时间 还有就是长城这张图吧 确实是一张意外性较大的赛道 今天场上的四名选手 他们从过往的得分来看 其实阿妮在困难赛道 得分率是相当的高的 就在五星六星 他们的整体得分会比较高 而对于阿妮进来说 可能三四星的稳定性会更高一些 因为之前在老街工地 或者是空港上面的 这个失分率会比较高 所以对于他们这首选拖来说 我觉得是不得不防备一手的 是 看一下怎么去做一首赛车上的选择 一个严峻一个智慧女人 一个严峻一个银河之光 银河之光 安静姆这边选择果然是非常的保守 但对于银河之光来说 这张图上面做到一个跟车难题 应该是不是很大的 我觉得还是要看银跑尾跑得多快 因为前面是三辆 三辆起步车的话 其实对他们的起步来说 也没有那么轻松 因为毕竟不是三个后追车 加一个起步车 对来看一下起步 起步 严峻逆星没有击满单击 阿妮今天先击满单击以后杀得出来 这波卡器把单击卡满以后 小哥的智慧女神是暂时掉到了最后 逆星上来硬刚直接一个内线顶开了 阿妮来到领跑位 下一段阿妮要卡回来 有点低了 现在这个路线 自己的路线稍微有点歪了落地 以后出现一波科风寸透 直接反超过来 对就是淘云剑格这张图的一个独特属性 就是刚刚那一个点不能急于对抗 急于一个对抗一个进阶 可能后面会有一些连带效应 没错 因为路线在那个点是比较关键的一个位置 来看一下进入到第二圈 目前一发的这个距离是比较远的 反而是寸头银河之光卡在第二个位置 是的 现在对寸头来说 这个跑车就非常非常的舒适了 银河之光卡在第二名 而且从目前的记录上来看 逆星已经是反超的云海 是云海来了 云海现在在后追逆星 而逆星在前边这一个路线有点偏差 急着调整过来落地有点小的拖飘 云海现在跟了上来 而逆星这边再有一个小喷 阶段之间的对内竞争 对速度上来说还是严谨更快 但是这个点飘以后路线是多了一点 没错 大家最后的一个弹射距离还是差一点点 没能打破这张图的记录 是云海没有问题率先冲线 没错在前半段基本上还是逆星 他的一个稳定性会更高一些 对好像好久没有说这句话了 不过逆星这一把还是拿到了这张图的11分 并且从距离上来看 RNGM一三位次都甩开了 伊斯塔尔两名选手一定的距离 这一局RNGM能够凭借这一手王图 拿到一些分身上的优势了 没错 但是对于这张图来说 没有想到伊斯塔尔的两辆起步车 在第一圈都是遭遇了比较大的失误 所以才让RNGM两名选手 在前期跑得那么舒适 还是要说一下银河志光这辆车 有的时候你在一些对局上 你就觉得他应该是最有劣势的 但是他一般都是坐受鱼翁之地的 他的整体性能 我觉得后追加成之后 还是能够在一场比赛当中 就是他拿第二 就是已经算是意外之血了 但是我印象的感觉 应该是跟个七八分也是没有问题的 七八分肯定没问题 我的预期应该是一个九分 因为我说了看阎君顶跑能跑多少 我感觉他应该是在后续 自己出现的失误 刚才我们怎么说的 看选手两支队伍可能会各出一次事 现在Estar这个事已经出了 如果说下一张图 老街工地 RNGM能够稳住的话 Estar在本场比赛可能要陷入被动 是的 主要这一局对于阿尼来说 前期实在太急了 你看顺头这也是自己的一个失误 不然我觉得九分应该是没问题 这一个脱票硬生生脱没了一分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还是要看选手的具体发挥 是 感觉Estar这一局方寸是有一点乱 两名选手都是有一些 比较离奇的失误 操作上的问题 感觉这张图可能是成为了Estar的一个盲点赛道 因为在这张图上面 他问的具体发挥 还是自己的失误是更多一些 但是阿尼的话 由于是前期对抗 不太看得出来 是这张图的掌握度不够 还是说 他的一些对抗造成的失误比较大 对 但是也提到了嘛 阿尼他的起步杀出率 是所有选手当中的联盟排名第一的 所以说他对于起步的心得 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些见解 这一局他也率先杀了出来 用起步杀出率的概念 再和大家去普及一下 就是八秒的时候 如果你处于第一名 就八秒这一个时刻 但是后续逆心的一波对抗 我觉得让阿尼可能有一点猝不及防 那个路线确实是有一点过于刁钻了 然后阿尼想卡回来 但是又碍于这张图的一个地图属性 自己又出现了连环的失误 是 其实这张图 我觉得一整圈下来吧 它没有一个非常合适的对抗点 可能唯一合适的对抗点 就是在起步阶段 因为再往后的话 你自己的每一个路线受到干扰 都会对你的跑法影响极大 是这样的 就是这张图 如果你要想要对抗的话可以 但是只有一种对抗方式 你外卡内这些技巧肯定不行 你只能去钻内线 是的 钻内线就极有可能 自己被反卡上墙 或者是导致自己的出弯路线 出现问题 对 钻内线去卡对方的小喷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这张图最佳的一个处理方式 让其他的一些对抗点的话 或者就是有一个撞墙拉飘 拉喷的一个点吧 在那个点如果你要是能把对方定在墙上 当然这样的话绝对就是一个意外收获 但是怎么说呢 其实刚才阿妮去发起进攻的那个点 他的车速降速是非常大的 你在那个点再去对抗的话 其实我觉得不是一个有利的位置 看这一局吧 这一局 一斯大尔能不能扳回一些分数 RNGM这边能不能把这张图稳住 从最佳成绩来看 寸头是这张图四名选手当中最快的 走 来看一下 省方用车都是用到了追光者 是 这张图选出来 我觉得至少在上一招 RNGM肯定是加列了这张图的 是 来起步 起步 起步这个气有想要挤满 都有一点难度 对尤其是对于寸头小哥来说 起步阶段的卡气不是特别的顺畅 对其实寸头这个起步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是就是没挤满呢 然后还是会有一些小对抗 这边一个出弯是稍微蹭了一下墙 目前一撒阿妮的零幻距离还是比较远 但是刚说完前面的一个弹射的角度 不是特别好 已经被逆星拉近了距离 对阿妮的这个突围能力现在是真的强 这边逆星想要依靠路线去后追 这两个惯性的一个进阶之间拉近了距离 并且实现了反超 这边撞后点盼以后路线也没有问题 一个弹射 拉开了一点距离 来到了第一名 这边点标准 看一下下一个弯 到阿妮的这个位置 还是没有办法对内心造成干扰 再看一下后面两名选手寸头 小寸距离还是比较远 哇 这一波是自己的失误啊 是的 因为缺气了 这边气还没有补回来 现在逆星是拉开距离的一个绝佳时机 而且能够看到的是寸头已经逼近了阿妮 但是寸头出现了一点失误 看一下阿妮能不能守住自己的第二名 寸头已经掉到第四了 这把逆星自己拉近了 刚说完这一波快出了 稍微是有点磕了后墙 但是补回来以后再衔接过CW再拖一下 哇 这个路线 哎呦 这好像有一点跑soro的那味了呢 开始做细节了 对已经没有任何的干扰了 看一下下一个进阶拉完以后 是否ECU 实际是一分三十六秒五四 对阿妮最后又出现了复位 这样的话五秒 四秒 原本一撒这一把分数不会被拉得太惨 但是最后阿妮的一个失误 又把寸头的这个分给补了一补 就感觉 就是能量有点守恒吧 一名选手在出现失误的时候 另外一名选手就会站起来 但是对于这个比赛来说的话 还是两名选手都保持同一起跑 会更好一些 对 再回归一下我们之前的预言啊 我们说可能各出一次事 但是这一次 这一次其实 一撒确实出事了 但是RMGM这边呢 对于寸头来说也没有稳住 对寸头的话 其实他在第二圈出现的失误 会更大一点 我们是看到 首先在那个阿妮出现失误以后 他们俩是出于同一起跑线的 但是紧接着画面一闪 又看到寸头也掉下去了 对 那这一把是16 对上14 再次拉开两分 不得不说啊 逆心如果在2V当中 能有那么一半自己solo的状态 那确实是2V的大腿 三年充现 最主要的就是 你像第二局 桃圆剑阁 他一个确实是非常细节的一个卡位 加上这一局比赛 他的一个突围能力和后追能力 哎呀 这一波两个人对抗 就是细节要更好 是的 两次 这一波快出以后 磕到眨弯 两次反超阿妮 全部都是依靠 一个极致的路线 五寸头 今天在这张图上面的表现 没有上周那么稳定啊 哎呦 阿妮的这个顺侧出现了失误 不然的话 这一把 可能一三 会有一分的优势也说不定 或者是同分 至少不会被再次拉开养分 现在分差有点大了 长城要不要上 直接上长城吗 我觉得先不要上 现在 现在妮心的这个 等跑完这个图 我觉得就是先稳一手 还是比较好的选择 宣传三星吧 妮心现在这个状态 有点烫啊 嗯 非常的火热 妮心也发烫了 对妮心也发烫了 啊现在不止 妮心在发烫了 全员都在发烫了 这怎么办啊 选一手什么样的图 去抗衡一下呢 呃 这个时候啊 不仅想到了 逆心 之前的一个 低分赛道 啊 苏格兰场 苏格兰场 在去年的秋季赛 他的 场均得分是只有六分 跑了四次 但是 现在的记录保持 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逆心 对 这个赛季对于他来说 其实苏格兰场 已经不算是他的弊端了 因为从扳图上面来说 他们在整个赛季 都没有说扳掉这张蓝图 对 因为当时我记得 逆心打破记录 那个时候我也在看 呃 我当时还为逆心 捏了一把汗 因为那张图 并不算是逆心的 一个王图 不过那场表现 它确实是非常的突出的 看吧 选择到了鹅宝 这张图也 登场率会 相较于之前来说低了一些 主要是 感觉在这个赛季 同车图更多了 所以这张图的登场率 也没有那么高了 嗯 看一下起步 起步 阿宁现在在于屠于第四名 这个 感觉不太敢突围了 这突然出去就被追 但是没有突出去情况下 RMGM又来到了双顶跑 走 这边一个WCWW拉过来 刚才小哥在起步阶段 其实弹射 是出现突飘的情况下 是落的比较厚的 嗯 哎呦 这边路线出现了一点问题 弹过来以后 再行进一波弹进去 是 目前安静的两个圈的距离是比较接近的 要看一下这20段公票的位置 对 但是没问题 这个这个距离是一个安全距离 就暂时是不会碰到的 对 而且没什么对抗点 看一下来到第二圈 接拨同胜 是 拉出来也没问题 哎呦 这边直接让了一个内线的 怎么 第一圈 顺头是比逆星快了0.3 但是这边一个弯 逆星去的 阿妮钻了过去 看一下阿妮 找回场子了吗 是的 一波弹射 逆星这边直接反超过来 对 原本阿妮一个内线 终于是复仇成功 但是这一波又掉到了第三名 顺头 从低调到第四笔点 拉开了这么大的距离 大家二续段以后 逆星这第一段出现了一波失误以后 小哥直接反超过来 现在伊斯拉来到双领跑 这个 这个双领跑 怎么没有太看懂啊 RNGM在第一圈 有那么大的领跑优势的一个双领跑 首先是一个寸头 一个不止所以的一个让位 那个让位应该是出现了一个操作失误 然后让了再没完全让 然后RNGM这边是出现了配合上的一些小纠结的情况下 阿妮直接突到了第二名 然后阿妮反超过来以后又出现了一个脱飘 逆星再反超回来 但是在我们看着前面战场的时候 寸头突然不见了 是的 寸头基本在第二圈那个侧身点下来以后 距离就比较远了 可能是ECO出现了一些失误 然后呢 在二连断空飘的那一个点 逆星是出现了个人的失误 又调到了第三名 最后一死大是双领跑出现 但是这一把的分差并不大 看一下这局 21比上19 2分 扳回两分 现在分差在五分 还是在可追空间之内 看一下 看一下 对 我阿妮呢 是在两圈这个弹射点都出现了问题啊 好 寸头这边是速度不够 所以它必须要外 不能内弹 内弹的话可能直接弹上墙 哎呦 这 你说是ECO释放点出现问题吧 也没毛病 但是 就是还没释放 然后就出现了问题 对 但是确实是ECO释放点出现了问题 因为我是观察到那个点以后 它的距离就比较远了 我以为是ECO 就是可能放歪了 对 但是那个距离有点过大了 所以不太清楚 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对 但最后又跟了一个9分 这个9分得益于什么 得益于 首先逆新的失误 加上Estar后边 也不是特别的极限 因为也是后追上去的嘛 跑到一个1分32的成绩 所以能够跟到一个9分 这一把 其实对于Estar来说是一个机会 也算是把握住了 不然这一把 如果要是RNGM再双天跑充限的话 我觉得这一轮二维可能已经系了 对 因为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他们在中间选择这样的过渡图的话 其实也是想先稳一下分数 没有说想在第四张图 直接拿出一张就男图去追分 是 那现在5分的分差 Estar能否实现破局 下一张图Estar再选 现在是否可以上长城 感觉上长城可能是 要开饭店了 真的 要不就早上 我觉得要么就早上 要么不上 现在来说的话 因为四名选手的状态感觉都不是特别稳定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上可以尝试一下 当然 这个也是一个变相的不自信的表现 或者是对于自己长城的自信 相信能够找回状态 不过从前几句来看 有点难 主要是 从今天的这个班图 已经摆在这儿了 这个严均不用不出来 好像也对不起今天这个班图 只是说对于现在的状态来说 我觉得就是我说的 要么就现在上 要么就不要上 因为你现在上要是失误了 你后面还有选图权 可以稍微搬下这个分数 如果后面上 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个打发 那就是活了 对 就是哗不哗 可能就是看造化了 不过这个时候 我的想法也是 可以去尝试一手长城 前三局来说 RNGM这边的表现是没有破绽 尤其是逆行的这个个人能力 确实非常突出 但是经历了刚刚这一局的比赛 新天药宝 感觉上还是有得打 基本上其实逆行今天的状态 会更加稳定一点 而RNGM今天的主要收点 就出现在顺头身上 来长城吧 看下赛车 只有一辆智慧女神的差异 对 长城可以上严君加麦凯伦 智慧女神都不要用 没错 对于RNGM来说 因为智慧女神和严君 有可能犯冲 看下选择了一首精华冬梦 那是另一个方向 就是他们觉得 自己还是能够通过 这些赛道来进行一个后追 但是要知道金华冬梦 这张图现在的记录保持是这样 一分三十八秒零六 嗯 这一分一分三十八 逆星跑了 这第四名是吗 一分三十八二 就这张图逆星跑一个三十八 我觉得 感受上来说 有点随手 所以这张图选的 不赞同 看吧 看效果 看一下吧 我直接一个残射 哇 逆星的这一个出弯路线有点刁钻 但是这个意思有点偏 阿姨今天就跟你一起杠上了 他就杠上了 对 你内线反朝我两次啊 今天这个场子必须找回来 而且当时欧比老师刚好给到他的视角 这波面子不得不找 现在战场就来到了小哥和寸头这边了 是 哎 这边快速出现了图飘 但是想点飘点的太重了 但是点飘以后挡到了阿姨 逆星这边顺势上到了第三名 不过阿姨这样要小心 对内之间再出现刚才那一样的小对抗 对于速度还是有影响 小哥确实很稳 这张图 逆星来了 哇 现在小哥一打二打两个逆星 前有逆星后有逆星 看一下 WCWW拉过来 哦 现在 感觉逆星在这张图上面 确实自己的 这个细节点是做的比较到位了 对 现在实体逆星跑得确实非常的快 但实体逆星已经掉到了第三名 而且看后面的距离来说 阿姨的位置还是比较恐怖的 这张图 哎呀 你茶奶奶不建议 归你不建议 Estar还是能打出来的呀 你建不建议不重要 那刚说完 后面刚才是自己的队友 没问题 但是这个分数就没有太大优势了呀 但是起码能够扳回分数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了 嗯啊 回想起看到金华动梦四个字的时候 我说逆星的38还是比较随手的啊 还有对于Estar的不建议 这个不建议在后面还是凸显出来了啊 但是分拿到了嘛 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结果 对了 现在来看的话 行吧 比长城好啊 应该是比长城要好 对 至少是三星图你能追分 那就是绝对的好事 因为对于刚才的局面来说 其实五分 你能够先稳稳地选择一些三星赛道 进入加赛是最好的选择 而长城这种要不要搏一搏的事情 就留到后面再说 是 如果那个不脱飘的话啊 RMGM两名选手可能都要再丢一分 看一下这一局 而即使阿妮也丢一分的话 那相当于能够再拉开一分 这一局拉开两分 可能拉开三分 现在剩下三分 还要再追三分 已经打了五局了 反正是在进入加赛 百分之八十吧 这阿妮真的是跟逆星杠上了 你别走 对就是要硬卡内线 就是要吸硬杠内线 这边寸头的一个失误 还连带到了逆星的路线 没错 所以就感觉 他们在连续这几局来说的话 每一次的位置都是比较接近的情况下 有其中一个人出现失误 就会出现连带性的一个滚雪球的情况 是的 现在 比分上还差三分 继续由E-Star来进行选图 两个方向 一个是尝试直接追分 一个是先把比赛投入到加赛 后来再看 因为现在从选手状态来说 RNJ没有前三局那么稳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也不太赶上难途 毕竟三分也不是说绝对能够进入加赛的 你可能一局多拉一分三分就直接结束比赛了 是 所以怎么选 这手金花东梦 确实我不大建议 但是确实也打出来效果了 因为在对手一些表现特别出色赛道 而且不止一次 我觉得选出来就是会有一些冒险 而且这张金花东梦虽然说是一张新图 但是他国服记录1分36秒大 然后呢 逆星在场上跑了1分38秒赢 这个军局国服记录只有一秒半以内的一个差距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成绩了 感觉还是想从稳分的这个角度来走吧 所以如果再往后去选图的话 还是建议三星同车图 因为现在第七张图 也要去防备一手对面去打这个赛车差异 是 然后 有什么想法吗 因为我觉得从金花东梦来看的话 其实因为金花东梦在我们手周来看的话 其实是一张国泰能拉开分数的图 所以选择这样一张图 而且也能够使用一下比较强势的赛车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对 我刚才想说的是 从数据出发的话 其实可以选难度赛道 因为阿尼在五星级五星级以上的赛道 表现是特别突出的 没错 但这样的赛道往往伴随着也是高风险 对抗更多的话 其实风险也就越大 看四名选手全部拿出了红牛 是 宠物也都是搭配到魔王天师 是的 这一局 开始上难度了 起步 一步寸头慢了 这个侧身被卡掉小喷 然后这边又没跳起来 速度受到很大的影响 起步没有小喷的话 对于速度那边跳起来就影响会更大一些 哦 阿尼这边卡器出现失误了 二车稍微过来以后看一下这边稍微快出三个人路线一次通过 是的 一三要小心一下对内之间的一个碰撞 而对于一级来说 对他现在就是稳住自己的路线就可以了 是的 阿尼刚出一波失误线寸头也赶了上来 只能由小哥去后追逆星 对 他这边有点测的没太大必要了 嗯 CW滑慢了 看一下 他就拉过来以后三年进到三年 摔尾是没有出现问题 对 是的 逆星好稳呀 这第一圈 根本没有给一三二这边的选手后追的机会 看一下第二圈 而且后面第一圈逆星的一个稳定性 寸头这边也是刚刚上的第三名 又掉到了第四名 是的 但刚说完这边稍微快出 小哥已经拉进去 下个万道可以进行一波对抗 那ECU这边细节点还是逆星处理的更到位一些 直接拉开了一点 对 虽然有瑕疵 但是好在还是能够稳固在第一名 小哥这边又跟了上来 而且阿尼也紧随其后 没错 但这一局来说应该拉不开太大的分数 呃 寸头这边进到出来以后 是拉开一小点距离 来看看三三弹射第二弹 小朋友过来再衔接一波 没弹出来 对最后一个弯道 小哥 直接翻超 拿到了这张图至关重要的十一分 那这把一带一三位次充现 至少是两分 对应该是能有两分的 对 那就差一分了 我感觉到最后一圈的时候 逆星的这个位置是有眼保守的 包括他三连弹射点 是在最后两弹是接连出现了失误 对 但那两弹 其实如果要稍微稳一些啊 也按你说的他如果要稍微求稳一些 其实也没 不会被反超 但是正是因为他想弹 但是又没弹出来 所以直接被小哥使下了反超 而小哥在这一整局反压里面 都是虎视眈眈 就要跟着逆星 就要反超逆星 看一下这局分数 两分 又是两分 对 意思他是就两分两分追呗 哇小哥三连充现 小哥今天花神大腿 对 前有逆星后有小哥 寸头和逆星后面两局的分数 对 也是相当稳定啊 实事适合999 对啊 而且小哥和寸头这两名选手 其实寸头之前是表现 RNGM对内表现更为突出的 而小哥呢 其实他是对内表现相较于RNGM来说比较逊色的 今天的大腿各不相同啊 嗯 都是之前二维组合来说发挥不是特别好的选手 在今天比赛当中发挥的都很好 一个小哥一个日记型 最近来讲 而且逆星今天是拿到了63分 现在六局比赛 嗯 场均10点凌 对之前9.1的几分 哇 上场比赛啊 其实逆星就是凭借着一场比赛把自己的军分已经提高了0.25 这场比赛如果再拿十几的话可能又会提高个0.1到0.2 但是对于目前的形势来说 一个是先打到加赛再说 还有一个就是呃 他一曲把这个比赛的优势握在自己的手底 然后去尝试一下在后面做一个防守战 让RMGM去选途 我觉得这个思路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你说要不要直接上长城呢 这个赛车 对我一直就觉得 其实今天这个班图跟长城可能是脱不了干系的 就感觉今天这个长城不上 就对不起你们今天这个颁选王图的三张赛道 对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对阿妮这名选手的一个印象嘛 就是他对于长城确实是有一定的开锁能力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上一手长城对于RMGM来说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打击 是的 基本上阿妮的王图也是去年一整年都定格在长城上面 无论是亚洲杯还是我们之前的S联赛 他这个王图的选择概率 我觉得长城应该是高达了50%以上了 对 看一下能不能把长城作为这一轮二位第七局的一个转折点啊 因为阿妮他之前的搭档并不是特别擅长长城 但是彼时他们还是会选择长城作为自己的团队王图 足以见得长城这张图阿妮有多么的自信 团队对于阿妮的长城有多么的信任 感觉还是一个主心股的地位吧 但现在其实搭档是换到了小哥 所以也要考虑到他在这张图上面的具体发挥 因为其实像加入一个新成员之后 有的时候王图往往会发生一些改变 对 尤其是现在小哥的状态有一说一起来了 对非常火热 就是现在小哥在发烫 所以上一次说发烫的逆星 后面三连没充现是吧 现在我说了小哥在发烫看一下他能不能破毒成功 但是你说逆星没发烫吧 他后面虽然没有三连充现 但他也拿了三连的十分 对其实状态也非常火热 是这个相比之下啊 可能前面三三连十一分太火了 哦 秋名山 那也可以拿严峻 可以拿严峻是可以 可以拿严峻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杀伤力可能没有长长那么大呀 一大想互尊了感觉 他不想把选图圈交到RGM手里 而且真的不得不说一下 就逆星在这张图也有过很多好的发挥的 目前绑三绑四 对啊 但这张图其实有点冷门了 有阎君的话不会太冷门 我觉得这个赛系可能大家看到的会更多一些 但是摇身一变怎么就变成一样阎君了 后面是三个哈迪斯了 是的 对 那很明显了 知道什么战术了吧 什么战术 就是这一把 一斯大尔就是 落后两到三分都没有关系 他要在后面去打场场 他要在后面去打场场 骗车呀 哇 他这个选车就很明显了 因为一斯大尔就只拿了两辆哈迪斯 是 看一下 明清 也出来了 寸头这边一个ECU的释放 尝试一下拉近距离 但是后面的三名选手小哥一团 还是要把目光放在混战当中 后面的三名选手发生一波罪抗 小哥现在已经突如同围 来到了第二名 并且领先一个安全距离 宋头这边还在后追着宁清 这把的成绩确实非常的快 他前面这个跑法 但是这个ECU 对 但是明清这边的U车是不需要再度甩尾的 所以再特别拉开一点 这一把记录是没有了 啊最后还说失误了 失误了 最后这个陈迟是被反超过来了 又是最后的逆天反超 为什么 最后这个甩尾的这个 没有出CWW啊 记录没了就算了 这最后小哥又是这样的 最后一个弯道实现了反超 拿到了11分 现在小哥四连重现 但这个选途拳 对选途拳就不再受力了呀 无所谓啊 我觉得下一张图完全可以再控啊 第九张图拿长城更香 但是有机甲 可能后面就不好拿了 就现在这个局面打破了 就让两边都挺尴尬的 对 就现在两边都不会了一下子 但是给我准不会了 你说这第一我到底拿还是不拿 不不可能不拿 我觉得面对第一的诱惑啊 其实少有选手能够克制内心的那种渴望 我们之前看过更多的空分 也都是三四名空分 二三四名空分应该是最多的了 对第一名什么时候空过分啊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是寸头的空分 我这样的话 那那这一波我只能说寸头在大气层 是的 真的 以后我愿称之为头哥 这波战术你没想到吧 我就是要这个选途拳 小哥四点出现 啊 相当火热这状态 对而且69分 场上现在就逆行跟寸头 小哥两个人的分数 以为这把小哥不可能再拿十一分了 要跟一个十分了 哎呀这一个小盆都没有啊 这平方淡气的速度一定会被反超 这看的 就感觉怎么说呢 这个第一被抢了吧 嗯 啊 RNGM这边应该有点难受 但是一想到打平了以后手握选都选 对方的长城打不出来了 后面四辆机甲随便用了 又觉得好像柳万花名 就现在反而是让伊萨这边有点懵 那我觉得这首就是 虽然丧失的第一名 但是对于RNGM来说结果是好的 下一首要看他们再选了 对下一首RNGM的选图 几星呢 我觉得还是一星赛道会好一些 嗯 机甲肯定要用呀 就看先打原机 先打蓄力未来 其实如果想要固定一个方向 那就可以去选择 类似于雾山风银这种 你必须上原机之星的这种图 对 或者如果要是想提出一些 机甲方面的赛者差异啊 我觉得广汉先进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因为 就是有可能原机也有可能蓄力未来 对 但是大概率是蓄力未来 对 我觉得肯定选蓄力未来 这个会好一点 因为你选蓄力未来的话 后面就算对面反打的话 原机之星你留在手里 也不会有太大的劣势 因为原机之星 他所对应的赛道会更大一些 更多一些 嗯 所以 下一张图RNGM的选择 应该是除了王图以外 RNGM本场比赛的首次选择 嗯 一直一直在 一次二选啊 突然RNGM拥有首选择 考虑到王图 他们收获到了一个 非常可观的分数 所以下一张图看看 有没有一些想法 王图的话 像桃圆剑阁 主要还是 两个人的聚集卡位吧 之前 练练青羊打的很多 要不要上一首 其实参考一下之前的一个数据啊 如果要不从赛车的角度来出发的话 从一斯大尔这边的一个王图啊 死亡的王 就是场均得分可能比较低的 一些图出发的话 其实参考秋季赛的数据 阿妮的美洲大甲骨 他的场均只有八分 并且有打了五次的 然后呢 小哥这边是十一成 打了三次的十一成 场均只有七点六七分 但是现在也要考虑到赛车使用嘛 我们刚才如果说从机甲方面的话 机甲和图仗结合来看的话 RNGM这边的王图 看一下能选一个什么呢 要慎重选择 看一下是从赛车角度出发啊 还是从对方的一些 得分偏低的一些赛道出发 当然如果选择到一斯一成的话 就可能提出了一个赛车差异 你究竟是用兰博基尼 还是用原技之星 但是如果真选十一成的话 我觉得倒不如用兰博基尼 对啊 就不如用兰博基尼 因为如果要是原技之星的话 其实后续 谁拥有选择权 留有原技之星的那一方 可以直接来一首乌山凤银 而乌山凤银之前 我们也见过续约未来的发挥 相较原技之星 可以说是一个绝对的烈士赛道 那我觉得既然就是这么纠结的话 这张图倒不如选一张同车图 去过渡一下 同车图 那要么就是同车图 要么就是绝对的机甲图 同车同机甲 我觉得应该是最保守的一个选择 当然这个同车同机甲 会不会是王图 那就不好说了 现在就是局面 比较多选吧 多元化 所以要看RMGM这边怎么来安排了 对 就是因为这一首秋名山 其实如果要不选这首秋名山的话 多了一首严军 伊斯拉这边 确实很有机会 去把这种严军打出来 严军搭配任意一样机甲 然后在长城 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发挥 对于RMGM来说 如果要上两机甲的话 那就血亏 如果要上一个机甲加一个智慧女神的话 可能智慧女神像要严军 也是存在一些赛车上的劣势的 但是这一首打平 选择权来到RMGM这边 伊斯拉这边长城打不来不说 好像这一首选图 还有点纠结 不知道该选什么 主要现在 确实我觉得对于现在这个局面来说的话 你要去想的就是 你这个严军打不出来了 那你会不会去搭配一些其他的图 就是你在两张图分别用两两机甲 但是还要实现空分 就他们的想法可能 可能是还想打 但是想不出来怎么打 是 就先不猜了 看吧 看他们具体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确实有着非常大的一个规律 前有逆心三连冲 后有小哥 小哥四连冲 小哥破读成功 对 是的 以为他三连冲了以后 后面也要开始陷入到一个十分的阶段了 月光之城也可以 也要用机甲 对 就类似于刚才我们说的乌山封银一个相同的思路 啊 双序列未来 你看一仨这边 独星者隐秘 对 那这一把 如果一仨大 比分上落后了 嗯 然后呢会选择一首 墨高枯 墨高枯应该是没有上到半位的 没上 墨高枯是没有上到半位的 那 RNGM怎么办呀 我觉得对于依赛来说就 我宁愿上一辆元机和一辆序列啊 怎么会上双序列呢 还有一种想法 就是你看着 虽然说RNGM上了双序列 但是他们会不会其实是想空分的呢 不太好说 看一下吧 我觉得 然后再去翻打这首元机吗 对对对 如果他们是想空分的话 那我觉得 真的 这个战术啊 还有这个执行力啊 这是 但是你面对独星者你怎么控啊 是啊 现在就这样的局面啊 不过他使用都都不都不充胜呗 可能他们看呗 他们看呗 如果要是 呃 独星者真的距离很远的话 那他们就可以说就不空了 一举顶先冲显身打优势 一起领先个三四分 那真的没有必要空了 嗯 但如果说他们分差不大的话 那么他们就可以去呃 实现一个空分 因为序列未来 你驾驶一个机甲去空分 这个确实太简单了 对啊 你真拿机甲空分 你不如不拿 是的 不过看一下小哥啊 这个 距离确实有点远离谱了 感觉不止三分啊 嗯 啊你这边确实顺利的能够拿到十一分 二十就看小哥这边了 哎呀五秒六秒十六分 这个十一分三分 对这个十一分是真给力 嗯 能稍微拉回一点分数 对三分 然后三分的话 那基本上 就 反十一或者是 莫高窟了 嗯 莫高窟会不会更好一点 莫高窟确实会更好 意外性会更高一些 反十一会更稳一点 但是一亮 远离和视力未来 可能也拉不开太大的 这个差距 嗯 其实啊莫高窟一定是更好的选择 啊 但是是反十一会更稳定一些 不过两张图都有一个弊端 就是续越未来在实战对抗当中是不及原击之行 对 包括起步阶段的话 你也得去提防一下原击的卡位 主要是你现在要赢的话 你得四分 四分肯定选莫高窟啊 你要真打个同分 到时候选图权又来到了对面 嗯 其实来到对面也没事 因为下一张图我觉得 RMGM这边大概率就是肯定会上到双机甲 对吧 然后这边双机甲一上的话 其实不管选什么图 对于一三二来说还多了一手原击 这赛车基本上不会拿 不会失地也失的 就顶多也就是对于 RMGM来说选图的路子可能会变窄一些 就例如像美洲 嗯 就可能就这种了 对 现在对于这个双锋的教练来说 我觉得今天这个战术真的得拉满了 而且是实时去想的 嗯 因为前面所设想的东西用不上了 是 所以下一张图 呃 一大 二选一 这个是纠结二选一 反时一和墨高枯 如果要是赶赌的话 那直接上一手墨高枯 上双序列 如果要是 想要去依靠自身的一个实力 以及突围能力啊 去跑的话 那就是反时一 反时一序月未来相较于 呃 两个原机之星来说 拉三分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序月未来一定要跑到一个比较快的成绩 可能至少要一个48吧 没有两个原机之星了呀 呃 我说两个序月未来 哦 两个序月未来的话 对于斯大来说 三分有可能 但是你要反超的话 四分稍微有点难度 还得看选手的具体发挥 嗯 你要是想要去博一个意外性的话 那肯定墨高枯是更好的选择 主要是 在现在所有的地图池里面 你真要说应用更为广泛的 其实还是原机的使用赛道会更多一些 序月未来 在我们刚才提到的乌山风炎啊 这种图确实比 比历史还是会大一些的 对 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跑法上面优势 嗯 那我觉得如果是面对这样的心脏局的话 选一手难图 去挑战一下 我觉得会更有看点吧 因为 嗯 RNGM之前在打心脏局的时候 可能状态发挥并不是特别好 二手反十一的话 也可能难度系数不是特别够 嗯 那就墨高枯吧 提前锁了 替他做出选择了 选墨高枯的话 就是看起步了呗 如果起步 序月未来能杀出去的话 就看自身的稳定 如果没杀出去的话 我觉得面对到 原机之星的卡位 序月未来会非常非常的难受 还得期待一下最终的一个对局 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局面 起步 所以你得看一下你的起步位置 是不是有利于第一个弯道刷出去 对 然后这一场比赛来看的话 现在四名选手的状态 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虽然说上一局比赛 小哥只有六秒七分 五秒六分 对五秒六分 六分六分 对 对但是其实对于他的赛车使用来说 也算是挺过来了 就是莫高枯了 是 听一下双方的这个稳定性 对 我觉得还是不要去想第十局 这个第十局 如果要是真的这么容易出现的话 那我觉得 也得看造化了 那就是队伍之间真是渊源 就该找有第十局了 看一下 四辆机甲 看一下 莫高枯 几步的位置 续约未来在一四位 哇 这个位置不太好呀 原机之星的位置 哇 你这个突围能力好快 但是 连到直接去卡 对 但是逆行这边紧对其后 有对抗的机会 看下面一个弯道 小哥是暂时被卡到了第四名 逆行已经反过了 反超了阿妮 这边一个自动挡的一四又一开 这看一下后续的这边路线 现在RGM 转向过来 这边想要反超的话 还得对抗一下 小哥上来是卡到了阿妮的位置 现在两两对抗 还是难呀 对前面RGM两名选手对抗 后面一三两个 到底是谁要去追呀 阿妮去追 但是对于一四二两名选手来说 都得去发挥自己赛时的优势 是这个想要追回三分 这样的base是绝对不可能的 现在大概就是一个同分 或者RGM有可能还会领先一分 但寸头的距离是稍微拉开了一点 阿妮这边路线转向过来 还要再开个管单器 对于寸头来说是一个绝对的考验 这边有外表的路线拉满 但是寸头越来越远 阿妮已经拉近了距离 但是目前居然说还没有对抗的机会 下一个弯道看一下 逆星刮蹭了一下 刚刚刮蹭了一下 阿妮最后一个弯道 能不能一个点飘 有没有反哨的机会 还是逆星快拿到了 至关重要的十一分 后面寸头是 五秒六分 六分 十七 但是instar没有二十 对 应该只有两分 应该差一点 嗯 阿妮这边是一定会十分的 但是小哥的距离 其实较于阿妮来说 也是有一段的 应该是会跳秒 应该是十九分 对上十七分 逆星最后的这个第一名 是非常关键的 对 等待一下最后的分数 这场比赛 九局 这互相重现 小哥占了四局 阿妮占了一局 然后逆星占了四局 寸头虽然说没有充限 但是在 今天 逆星神勇的发挥之下 也算是被带飞了 最后还是逆星顶住了压力 虽然在最后几个弯道 小小阿妮 但是还是顶住了 最后的一个速度上面的 一个优势 是 来看一下 这局的分数 哦 十九十七 十九 差一分 对 就差一分 而且小哥这边 其实已经 这个分数上是不错了 这0.1.99秒 这差一点的话 就可能差两分 所以确实 很难再追 最后 RMGM还是守住了 这场比赛的优势 拿到了第一轮 2为2个人竞赛的 第一大分 恭喜RMGM 进行94分 全场最高 今天这个状态 确实是拉满了 是 而依斯阿两名选手的分差 仅相差一分 这个场均 十点 四四分 非常非常高了 这里 这边失误了 然后又受到 一仨两名选手的 对抗 是 这张图 元旗之星 确实它失误率 会更高一些 但是 它在相较于 对抗的 虚言未来来说 它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什么 那就对抗的优势 这个